一道成功的东安鸡 必须具备恰到好处的酸 奔放诱人的辣 以及紧实弹滑的鸡肉 鲜香麻辣酸五味合一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十不厌经第二剂东安食子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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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放诱人的辣 以及富裕醇和的甜香 妙不可言 每每回响都让人口舌生金 要品尝到最正宗的东安鸡 就要去到湖南省卢虹市镇 夏荣之一位有着三十多年做东安鸡经验的老厨师 早年一直在部队里面服役 因为炒的一手好菜 备受战友们喜爱 从部队退伍之后 潜心钻研厨艺 在当地的大酒店里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主厨后 他又带着徒弟去广州开启了香菜馆 几经起落 临近知天命之年 夏荣之还是回到了老家 和家人一起来经营这家饭店 店里的招牌菜正是东安鸡 在老食客们心目中 这道东安鸡是来这里的必点菜品 在卢虹市镇 炒东安鸡似乎是每一个当地人都避讳的手艺 正因如此 衡量厨艺的标准绝非会不会做 而是是否足够美味 能让人记忆深刻 湖南东安 地处南岭山地 像乡中秋陵的过渡带上 高低落差造就了丰富的水系 形成地貌类型多样的格局 这里有河谷和小平原 也有高山和梯田 温润多余一万物生长 地形多变 具天地精华 人们吊水离土 种植采摘 酿酒弄勤 要制作东安鸡 食材的获取与处理是最重要的 每天早上九点 夏农之都会准时调制一锅高汤 将用黑豆、八角、茴香等 诸多香料精心配置的香料包 和五花肉以及铜骨一起熬制 加入半两米酒 待水开后半小时 咬去表面的浮沫 放入已经处理掏空内脏的整机 再焖煮十分钟 待到鸡肉威至七成熟即可拿出 为了保证鸡肉的鲜香 威鸡的高汤不可太浓 否则 浓汤的味道会进入到鸡肉里 掩盖住鸡肉的鲜味 但汤也不可太过清淡 这样会影响鸡肉香味和口感 这样的一锅高汤制作复杂 用时颇长 却必须每天都重新调制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汤 不会过于浓稠 一道经典美食得来不易 熬熬了以后 那个汤锅又不鲜了 第二天的汤锅又不鲜了 又不好了 不是卤水 卤水换酒 换酒越好 我们吃比较要鲜了 要比较鲜 味道好一点 要看起来比较轻转 让它比较轻 比较轻 在美食的雨径里 好山好水便意味着好食材 东安地处丘陵地带 这里轻竹遍布 灌木丛生 四季长青 天然食而丰富 喂养鸡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东安鸡这三个字所指向的 不仅是一道美味的烹调方式 也代表了当地特有的鸡种 在东安林林总总的物产中 以地名命名这一殊荣 只有东安鸡获得 蒋卫磊的养鸡场 就在东安鸡鸡种保护区范围内 2016年 东安鸡进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后 当地对东安鸡鸡种的保护方案 得以实施 摄氧结合放氧 是四位东安鸡的最佳方式 蒋卫磊把养鸡场分为三个区域 每天早晚各喂食一次 以谷物和玉米为主 提供基础的碳水化合物来源 其他食件则任由鸡群在山林间自由觅食 大山里有着充足的高蛋白食物来源 让鸡肉的营养更为丰富 食用起来口感更佳 在这样的环境下 公鸡最少需喂养四个半月 母鸡需要喂养六个月 体重达两斤以上 才能作为肉鸡在市面上销售 这些鸡是制作东安鸡菜品的绝佳食材 蒋卫磊的母亲从学校退休后 放心不下儿子一个人在山里养鸡 索性也来帮忙 虽然山居生活单调 母亲却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 喂鸡 食蛋 母子二人互相陪伴 简单而快乐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饭点 厨房里面夏荣之和他的徒弟们 在紧张地忙碌着准备食材 喂完的整鸡放冷之后 就要开始切块 卢宏市镇切鸡块时 有着当地人独特的传统 将鸡身切成八块 鸡身的肉量较多 肉质紧实 骨头较少 称为八大 再将鸡脖子切三块 与鸡头和鸡翅还有鸡爪 因其肉量较少 骨头较多 一起称为八小 这种切法被叫做八大八小 至于鸡腿与翅根则单独切出来 不算在八大八小之内 会形成这样的切块习惯 主要是因为 以前的人们吃一次东安鸡 非常不容易 只有在逢年过节的大宴席上 才能吃到 按照八仙桌的作词 八大能保证在座的每个客人 都能享用到一块大鸡肉 而八小主要是给小孩们 鸡腿和翅根则是留给主人家自己享用 辣椒与生姜 是烹制东安鸡最重要的配料 辣椒分为两种 这种颜色鲜艳 个头饱满的大红辣椒 口感鲜甜脆韧 将它切成条状 用来给菜品提色 这种短小鲜红的小米椒 则要切成桶状 用于爆炒提辣 生姜切成两根火柴粗细的丝状 烹煮时味道能充分发散 在菜品中 也可被当作开胃去油腻的副菜被使用 随着辣椒种植技术 和交通的不断发展 市面上任何时候都能采购到优质的辣椒 但是最适合做东安鸡的生姜 还是产于东安本地的紫云姜 这种姜皮色深重 多分叉 肩脚部略微带点深紫色 口感鲜滑爽口 少辛辣味 能去除芹类肉质的土腥味 还能直接使用 是制作东安鸡的绝佳搭配 顺黄山 东安海拔最高的地区 气候条件优越 四季分明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圆家村位于顺黄山深处 这里最富盛名的出产 便是紫云江 圆家村附近的山地 温湿度高 一年间大多数时候水汽弥漫 起到了遮阳的效果 这里无疑是生姜 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在过去 圆家村人种姜 多少有些出于无奈 在这片山区 除了水稻 其他农作物都很难种 唯独姜长得其好 而今天 种姜为村里人带来了 丰厚的回报 李东元种了一辈子姜 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么有劲头 这几年姜卖得好 收入也更多了 随着东安基 被越来越多的 外地食客所认可 作为东安基烹饪中的 最佳作料 紫云浆也随之生名大涨 然而 种植紫云浆绝非易事 趁着天气合适 李东元打算 再种上一茶姜苗 紫云浆五月下种 到十一月 风暑采收 卖掉大半后 剩下的就是姜种 原家村里家家都有这样一个地窖 专门用于存姜 地窖内湿度温度恒定 把姜种放入后 它们便进入数月 甚至数年的休眠状态 下种前 李东元会把姜种里品项良好 有活力的枝叉选出 作为姜苗 紫云浆的下种也有不少讲究 水太多不宜 地太干不宜 而且同一块地不能连种 头年种霸紫云浆的土地 次年绝不可以再种 紫云浆的娇贵 考验着种江人的心性 它们也慷慨地回报给人们美味 东安鸡的名头打响 要追溯到民国时期 当时东安将领唐生寺定居南京之后 大白酒席宴请同僚和部下 席中便有一道醋鸡 肉质鲜嫩香气四溢酸辣爽口 大家吃后赞不绝口 询问这道菜的来源 唐生寺脱口而出 这是我们东安县的家乡菜 叫东安鸡 由此东安鸡的叫法开始流传开来 1972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东安鸡被列入国宴菜谱中 在湖南人的厨房里 蜡似乎是永恒的主题 香人是蜡 无蜡不成席 蜡也几乎成了香菜的代名词 但走进湖南人家的厨房里 你会发现香菜绝对不只是一种味道 黄金宴正在张罗一桌家宴 这是亲戚朋友聚会的最高规格 从上午十点开始 黄金宴就一直在厨房里面劳作 姊妹们也陆续前来打下手 将新鲜的食材一一备好 对于东安人来说 东安鸡是家宴里必不可少的那一道菜 不同于饭店名师的讲究 日常家庭的烹煮更加粗放随意 切块不需要恪守八大八小 更不用掉高汤煨鸡肉 活鸡仔鲨处理完 马上切成大小均等的小块 用烧开的清水焯水一遍 再撒少许盐 煨至七成熟 就可以开始东安鸡的烹制了 东安鸡的烹制方式从来都不拘于一格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延续 不同的人也有着各自的风格 然而东安鸡的本位却从不轻易变化 五味融合的密码早已深陷在 每个东安人的记忆深处 一道正宗的东安鸡 即鲜香麻辣酸 五味于一体 缺一不可 麻是东安鸡的重要组成味道之一 花椒是获取麻味最重要的来源 夏荣之每年都会提前采购好大量的花椒 青色中带有一点点红维最佳 这样里面含有的花椒油在存放过程中不易挥发出来 所有的花椒都需阴干处理 不能放在太阳下晒干 否则会使花椒油挥发 香味大打折扣 将阴干之后的花椒密封储藏起来 需要使用时拿出放锅里干草 待花椒壳杖裂吐出花椒籽 再用米筛滤去籽 用雷波将花椒壳雷碎即可 摸水以后就摸得太湿了 摸得太湿了以后 那只乳里面吃了那个乳也不太好了 吃了以后有些太麻辣 不要摸得冬突再回来 不摸香不香 然后花椒米水摸水 一粒粒的不行的 湖里水不同位 池里吹各有别 即使在这块 几乎家家都坐得来东安基的土地上 不同的镇子也有着不一样的传统烹饪习惯 唐亚玉是村里造的那代大学生 在深圳闯荡多年的他 依旧故土难弃 现在他和亲朋好友 共同运营着一个农业合作社 在这里就有花椒 在唐亚玉的记忆里 传统的东安基有两样东西 绝对不能缺少 那就是花椒和米醋 像高中的时候 我一个同学到我家里来吃了一个 那时候我妈还在 做了一个农丸鸡 现在的农丸鸡它都是用那个红椒 打那个圆形 放那个花椒粉 放那个辣椒粉 因为农丸鸡它就过年的时候 过去它没有这种保鲜的条件 也没有新鲜的辣椒 每一块鸡下面都是 都沾了有辣椒粉 都沾了有这个辣发椒粉 所以我那个同学 都到我们家来吃了一个 什么一年念叨了二十年 就是每一字 每一字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说 那个台湾玉家里的农丸鸡 那是最好的 新须江镇竹冲村 另一个名声在外的头衔 叫做花椒村 这个炉江流域的小村子 是湘南地区并不多见的花椒产地 当先民们把野生花椒逐渐驯化后 千百年来 花椒就成为炉江流域居民 饮食习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花椒入菜 也成为萧香风味中特别的存在 东安基便是这里的先民 对麻味最好的诠释 每年端午节时 花椒刚刚成熟 当地人就开始采食嫩果 花椒性温可以驱寒除湿 且时值春末夏初 细菌和病毒大量繁殖 花椒含有的挥发油类物质 可以提高人体内巨氏细胞的活性 增强免疫力 当天气逐渐变得炎热 花椒强大的抑菌能力 更是在烹调食物时 充分发挥着作用 因地制宜 对花椒物尽其用 是炉江流域先民 生活智慧的捷径 不知从何时开始 人们在烹制肌肉时 加入了花椒这道做料 但正是因为花椒的麻香 才有了东安基 那让人口舌生惊的味道 在香菜里面的话 它一般是以辣为主 像这个麻味呢 它主要是圈菜里面的菜 东安基呢 它就是用了花椒 它就有个麻味 除了这个花椒物 还有一个就是米兔 在东安 它就是在我们 炉江流域的 大概三个镇 炉江流域 也不是整个流域都有 就是这个路马桥镇 炉胡市镇 和我们新西江镇 这三个镇呢 它就是有 家家户户 有米兔 有花椒 然后这个米兔 把米兔和花椒 最完美的结合 就产生了这个东安基 唐亚玉做东安基 有一道与众不同的程序 点燃一堆稻草 把退过毛的生机 用火快速撩烧 过火后的生机 细碎绒毛彻底除尽 明火制烤 也使鸡皮下的脂肪 迅速收紧 在浸烫过程中 不会过多损失 鸡肉还会吸附一些稻草灰 让稻草灰的清香 进入到鸡肉里面去 给东安基 平添了几分香土气息 接下来 清洗 浸烫 斩块 起油锅 姜丝辣椒入锅 随着一勺透明液体 加入锅中 一阵奇妙的异香 四下弥漫 这奇妙的变化 来自唐亚玉家的醋痰 清亮透明的米醋中 漂浮着富满清绪的物体 它叫做醋医 是加酿米醋核心味道的源泉 米醋的历史已有上千年 人们在酿完酒之后 把那些酒精含量极少的酒尾收起来 存在坛中 不经意见 这坛中之物竟蜕变升华 化作品质绝佳的醋 这里并不是湖南唯一产醋的地方 但这里醋的品质绝非寻常 曾几何时 如江流域家家酿酒 家家有醋 在东安地区世代相传的味道里 平添了醇和厚重 今天 许多人已不再酿酒 但这醋的来源却并未断绝 为的就是东安鸡这一道菜 东安鸡最早被叫做醋鸡 至今很多东安人还是习惯这个称呼 相传是西晋时期一位乡间厨师 错把陈醋当成了料酒 无意间创造出了陈醋鸡 由此延续传承了千余年 周石民 周东梁这对父子 依然沿用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醋 糯米反复清洗 去净杂质 倒入大瓮 再掺入磨碎的骨汤 这些纤维质将会在糯米之间形成大量空隙 起到疏松透气的作用 让微生物大量生长 使糯米充分发酵 拌好的糯米需要上笼蒸煮 高温会破坏糯米中的淀粉结构 以便后续步骤的进行 蒸好的糯米需要尽快冷却降温 周家的米醋使用小区发酵 这些区药中含有酵母等大量微生物 拌入小区的糯米置入桃纹后 开始了发酵过程 酵母分解淀粉 将其转变成酒精 随着酒精逐渐变多 再加入醋菌种子 开始醋酸发酵 大约半个月后 醋酸发酵结束 开始风缸沉酿 再经过一个月的沉酿 终于可以淋醋 淋出的米醋 凳青杀菌后 便将走入厨房 为炒制东安基提供那份 独具风味的酸香味道 米醋的酿制费时费力 所有的工序都必须手工操作 这份酸香伴随着东安人 走过千年 得来不易 饭点一致 此时正是夏荣之和徒弟们 最忙碌的时刻 东安基是这家店 最受欢迎的菜品 几乎每桌都要点 制作东安基的所有配料 都已经悉数准备妥当 创造经典香味的盛宴 即将展开 东安基的烹制并不复杂 火候的掌握 与烹炒的时间拿捏得当 尤为重要 夏荣之 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东安基 所有步骤都已安熟于心 炒制东安基 一定要动作利索 起锅 猪油烧热 先放小米辣和生姜 烹出呛味 立马撒入花椒与辣椒粉 再倒入切好的鸡肉 大火翻炒 沿着锅内壁 淋入三两米醋 焖上半分钟 浇上一勺高汤 再放入大红辣椒丝和花椒 焖一分钟 一碗让人口舌生津的东安基 就出锅了 整个烹饪过程一气呵成 不容半点脱沓 必须在三到四分钟之内完成 这就是香菜文化的精髓 原料的互相搭配 滋味的互相渗透 鲜香麻辣酸 五味一体 所有对待食材的态度 这一刻都化为对味蕾的回报 这也是为什么 东安基能够作为八大香菜之首 传承千年 登入国宴 深深印在 每代东安人记忆深处的缘由 每天上午 蒋卫磊会出山一趟 带一些宰杀好的鸡 通过物流寄发给外地客户 随着物流行业的发展 和冷链技术的普及 生鲜快递的辐射范围 大大提高 这使得客居外地的东安人 远离家乡 也可以吃到地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黄金宴的家里 家宴已经开始 所有人都对黄金宴的厨艺赞不绝口 跟以往不同 如今物质条件足够丰富 人们随时都能品尝到东安基 这道菜已经成了一道家常菜 大家都更愿意把鸡肉中最好的部分 留给小孩来品尝 这个味道或许会伴随着他成长 变成香愁的味道 作为长姐 黄金宴平日里一有空闲 就会把姊妹们都聚集过来 一家人一起吃吃饭 品尝美食 闲话家常 享受相聚食客 在夏荣之的饭店里 食客们就餐完后已经陆续离开 后厨的忙碌也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一天中难得的清闲食客 夏荣之有时会到镇上的老街走一走 有时会在家里和徒弟下下棋 逗逗小外孙 与家人相聚的时刻 总能让他忘记疲劳 如今 他的徒弟已经是这家店的掌勺师傅 许多时候都是徒弟在后厨打理 每年都会有些年轻人慕名而来 向他拜师学习做东安基 作为老师傅 夏荣之不会对他们有任何保留 不有所供费的 味道